好消息 长干高铁走向公布 经过江西这些视线 长干高铁最新好消息 近日 刘阳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新建 长沙至干州铁路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公众参与公告 公布了长干铁路项目概况 这意味着 长干铁路离我们又更近 长沙至干州铁路位于湖南省东部和江西西南部 以联络线引入干州西站 沟通长沙京干州至深圳方向铁路 长沙至干州铁路线路正线全长420.86千米 全线大中桥共计232座 隧道131座 全线设车站12座 其中利用既有车站一座 与既有站并站新建车厂一座 新建车站10座 在长珠坛枢纽以联络线衔接长沙南站 在干州枢纽以联络线引入干州西站